嗨,大家好,我是阿森 那今天是逃离西藏荒野求生的第四的一天 也是最麻烦的一天 因为今天我们要从日喀泽的外围绕行317呢 到纳曲那个方向 然而在日喀泽呢 又是现在疫情的高峰区 所以我不知道中间的这些关卡 会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而且我们首先呢 是要去找一个就近的核酸点 把核酸做了以后呢 我们后面的出行才会更加的方便 而且我现在游呢 还只剩100多公里了 这都是接下来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好吧 那我们先出发 开始导航 前方红绿灯执行 前方两侧便宅 前方三侧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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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层层检查 现在是最新的房子 这是最新的房子 好吧 你好 喂 你好 喂 喂 我没有 我没有快要 现在 现在 这是层层检查 走到这个关卡的时候 又被卡住了 那他们还要打电话 那上级呢 警示 来当地的一些居民在做核酸 那应该不是 是在做核酸 本来 同行啊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像是逃命一样 每个点不经历 无法通过 还打电话 我见报备了的 关键是现在 油已经越来越少了 一旦如果被卡住的话 就彻底完蛋了 刚刚这里给领导打电话请示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同的领导 不同的方案 到底有那个方案 现在他们好像 应该是用我们可以通行的那个方案 我也不知道 等这几个招民做完核酸以后 然后我们 再过去 他们怎么说 刚才我偷偷拍了一下 差一点也发现了 2 3 2 2 3 5